主所爱的主内爱弟兄姐妹们 大家好,大家平安 欢迎大家收看和收听今天的读经一栋法师 非常感谢上帝还给我们机会 能来到他的面前来学习和思想他的话语 今天我们所谓思想的题目是 总要警醒取之于马可福音第13章第1到23节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低头祷告 我们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是佩德荣耀 尊贵权柄的 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还能来到你的面前 无论我们在哪里 无论我们的境况如何 只要亲近你 诚信向你求告 你便与我们相近 主啊,愿我们更渴慕你的话语 常常思想你的话语 能稳固地站立在圣经的根基上 求你赐给我们 够用的信心 不讨人喜悦 持守遵行你的道 靠主 靠主成就了一切 还能站立得住 得蒙你的喜悦和祝福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 阿们 亲爱的主耶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来为大家念几节今天的经文 但是我非常鼓励大家能把整章今天的经文都读完 马可福音第13章 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 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 安安地问他说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 这些事将成的时候 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人总能看得到眼前的事情 但主耶稣能看到未来 甚至到世界的末日 我们看不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我们只能对未来做出预测 但这个预测也无法确定 我们使用过谷歌地图制定旅行计划 在路程当中 我们所面临的情况 有时候和我们所预测的不一样 主耶稣则不同 他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自从他来到世上 他就明白 他来是为了死在十字架上 在他的肉身即将结束时 他便开始谈论末日 他对未来的理解 使主耶稣和历史上 其他所有的人物有所不同 例如当门徒谈到圣殿的辉煌时 主耶稣的回应是告诉门徒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那就是在公元七十年 罗马将军提多带病毁灭圣殿 但后来主耶稣和门徒的谈话 就变得含糊不清了 对于门徒和第一世纪基督徒来说 圣殿被毁灭的事件 被理解为世界的末日 或万物的总结 主耶稣告诉我们末日的预兆 那就是一段迷惑 假弥撒亚的出现 战争 地震 和各种自然现象 如中心坠落 天势震动 饥荒 宗教领袖 逼迫上帝的子民 福音传到万国 以及家庭中的冲突和背叛 所有的异象 都不清楚什么时候会发生 圣经里有各种各样的预言 这些预言的音乐 也各不相同 今天的经文谈论到 关于末日的预兆 也是如此 比如那站在不当站的地方 行毁灭可证的 很难确定是指历史上已经存在的人物 还是指在未来将出现的人物 尽管末日预兆的描述 充满了奥秘 但我们可以坚持几个明确的原则 第一 主耶稣的再来一定会发生 但时间不能也不可以一次 其次 随着时间的退遇 末日预言预言的意向 变得更加明显 第三 上帝子民的义务是要时刻保持警醒 而不需要计算末日的确切实践 您 准备好迎接 末日的到来了吗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伟大奇妙主 你就是宇宙和万物的掌权者 你往前掌权直到永远 因此我们能安心的 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的生命都掌握在你的手里 亲爱的主耶稣 赐给我们敏感的心 随时保持警醒 等待你的再来 让我们在等待你的时候 也能好好地利用时间 为那些还没信你的人传福音 为你应得世上的灵魂 求你使用我们成为你的器皿 奉你的生命我们祈求 阿们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准备好我们自己 为了迎接主耶稣的第二次到来 我们下次见 祝保佑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